在GYP旗下的EG可以说出道极巅峰 然而尽管才华横溢 但女团并没有大方异彩 就其原因 源于公司表面投入 缺乏用心 直到现在 EG才真正改头换面 进入眉眼深化期 EG于2019年出道 属于城镇的Tun Crush风格 那个时候女孩们的容貌和魅力 还是相当不成熟 因此每次出现都受到网友的批评 除了形象不妥 妆容也悲剧性的淹没了EG的视觉 EG过去常常以糟糕的视觉效果出现 然而如今的EG在大众面前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近组合被认命为CK全球大使 TL日本杂志之后 EG也晒出了一组 这家世传物的设计照 值得一提的是 女团凭借出声的宣传气场 获得了声赞 画报上EG不论是妆容 服装姿势都变得更加有魅力 姑娘们在公开场合 证明了自己的进步 这是EG难得让网友翻脸的一次 此外 EG凭借歌曲Snickers付出也很成功 EU逆袭进入MailonTop100第五位 可以看出 EG正在逐渐进入巅峰期 I do I'm sure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